即時的一個狀況 對 它還是這樣 Fly你OK囉 謝謝 謝謝Peter 大家午後好 我是Fly 今天呢跟大家帶來的這一段短講呢 是邀請大家一起來伸展身體 那在伸展身體之前呢 邀請大家就是先來關心自己的呼吸 因為呢 凡是運動都必須要有充分的氧氣 以免各位缺氧 所以在這個舒服的午後 邀請大家先從深呼吸開始 我們就地來做深呼吸 首先呢 你可以用你的肚子 用力的鼓起來做吸氣 約八秒鐘 然後 停 然後 吐氣 再一次吸氣 然後暫停 然後吐氣 吐氣 好的 那 這就是我們伸展之前做的一個先要 請大家 請大家關心到自己的呼吸 有沒有會覺得任何的不舒服 像我過去在吃的過飽的時候 就會覺得太飽了 根本不適合做激烈運動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做伸展 在這個午後的兩點半 我們可以開始的 試著動動你的肩頸 像我目前在做的是做肩頸的繞環 肩頸是舒服的 順時鐘 你也可以 逆時鐘的方式 繞環 繞環 在某個角度 你會覺得非常的緊繃 你發現了你的身體 有一些局限 那麼接下來 你還可以做其他身體不畏的繞環 身為一個 宣揚即興 這個觀念的人 我非常建議大家 自由的探索 認可 你想要活動的身體關節 任意的去活動它們 輕輕輕的 像我 環繞肩膀 也環繞 覺得 關節 腳踝 我站著 所以腳踝是 活動度是自然的 那你也可以選擇 去活動你的 腰 那如果你坐著的話 可能沒有我站著容易 去讓自己的腰 有一個移動 那我們身上呢 有許許多多的關節 你都可以選擇去 它們 然後有時候你會聽到 卡拉卡拉的聲音 那是因為 你太久沒有活動它了 你呢 就跟你抗議啦 那Fly現在進行的各種伸展呢 都是給大家一個靈感 你可以用 各種不一樣的方式 跟自己的身體 跟自己的身體 去對話 身體 非常靈活 你可以用它來 或者 勾你的肩膀 不一樣的伸展姿勢呢 不一樣的伸展姿勢呢 不得 讓我們探索到 從來都沒有特別的關心過 這一次的機會 來去試圖感覺到 你真的 在拉這一段肌肉 那 剛才從 一開始到 自己的呼吸是順暢的 這個 對我來說 是蠻有收穫的一個新的 體會 開始練習 沉住氣 來呼吸 來在每一次的場合呢 更能夠讓自己的身體平靜 我再一次 邀請大家 試著去做深呼吸 讓自己 要開始做一件 事情的時候 讓自己的心情 先進入 和緩 舒適的狀態 那麼我們 特別推薦的呼吸方式是 複式呼吸 我們用力的 鼓起你的腹部 深吸 以及暫停 暫停 以及深吐 深吸 暫停 收縮腹部深吐 他也試圖的在呼吸的過程中 讓自己的腦袋恢復平靜 讓我們迎接接下來更多的對話 更多的有趣的提案 又或者 提出自己腦袋裡面 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NNV的夥伴們 一起來做分享 這樣呢 就是Fly今天午後 跟大家 一個小小的 直信的提案 非常的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也很感謝 廠上呢 每一位 用心 協助這個活動進行的夥伴們 早上Tmunk的直播 一下子就生產出來 非常的感謝 那我們一起來 持續的關心自己的身體 活動身體囉 拜拜